早安书店 大家好我是宛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想跟大家持续来关注 台湾的疫情状况 但现在也为疫苗的事情 是伤透脑筋 还好我们说风雨中有雇人来 所以在上个星期 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 都对台湾做出了疫苗的捐助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捐助 就可以了 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就算有疫苗 它还是有一个优先施打的顺序 但我们必须说 第一线的跟医护有关的 这些工作人员 绝对是必须要优先施打的 但对一般人来说 就宛如来说 我自己就觉得 那我就排在后面没有关系 但这个没有关系 还是要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你自己的免疫力 抵抗力 还是要保持住 然后才能够有机会 去抵挡像这样子的 COVID-19疫情的一个冲击 所以近日我就看到一本新书 是由天下之所出版的叫做 香药草食证宝典 翻一翻呢 发现里面还真的蛮多 扣紧着现在的时事议题 我们怎么样度过难关 增加自我免疫力 其实香药草可以给予大家一些答案 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跟大家 岳阳连线到美国 访问到这本书的作者 郭资军老师 那资军老师呢 也是第一位美国药草师协会 华人董事以及注册的药草师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除了他的专业之外 他在今天的节目 还会跟大家来分享 他怎么样走过在去年 美国冲击相当大的疫情之下 他怎么活过来的 好 资军老师您好 是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资军老师 因为一听到你在美国 我就好想问你哦 这个去年你的日子还好吗 当然很重要的是 我刚刚知道了 资军老师 你们全家都已经打了疫苗了 这个在美国应该此刻 就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打疫苗 目前统计来讲 大概美国有五成二的人 都已经打完两剂了 那小朋友也都已经可以打疫苗了 那其实就是说 疫苗接种已经非常普及 你甚至不用预约 你都可以去像Costco这样的地方 就是台湾讲的好事多 或者是说我们这边会有一些 教会外面会有些帐篷 那就是你都可以自己开车 或走路进去 不用预约 也不用保险 不用任何的费用 你就可以打到疫苗 对 我还看到有个新闻 就是说 美国有些球赛开打 那你来打疫苗 看球赛免费 就是用一种比较吸引人的方式 让大家 不销 对 有有有 还可以抽乐 有些抽 对 因为中西部有些 就是吃打率不高 他们还有给100万美金的抽乐拓 还有那个航空公司给你 就是说 如果你打了疫苗的话 因为未来的警戚服输 你上传的疫苗卡 你可以 你如果被抽到 你有一整的免费的 投诊舱的这个机位这样 这当然要去打啦 对 可是我们必须说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美国我们也 因为疫情严重 对啊 很严重嘛 然后大家也会产生一些质疑 因为疫苗刚出来 大家也不开想当第一批白老鼠 对 我们其实在去年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疫苗之前 其实外出都要非常小心 那时候人 刚开始前一两个礼拜 你会发现像鬼阵一样 就是超市里面都没什么人这样子 那第一天发生的时候 那个超市都空的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学药草嘛 那又学芳疗 因为美国都有症状 那我们的组织 不管是药好吃协会 跟美国的一些芳疗组织 在这段时间做非常多的这种 免费的一些线上的教学 开放给民众 让他们知道说 在没有疫苗之前 让自己提升你自己的免疫力 然后增加你的自己的气管的一个保护力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已经有疫苗 那如果你确诊后 你在医院所得到的治疗 都是支持性的疗法 就是说提升 就是让你给你养性 用类固存这些东西 一些像之前讲的瑞德西韦等等这些西药 可是最重要是你自己 因为有些人得到 他症状很轻 可是症状很严重 所以这跟免疫力会有一些些的关系 所以我们那时候办了非常多的活动 那美国在这个药草的市场上面 还有包括芳疗市场上面 也在去年其实造成很大的一些缺货的瓶颈 有几个热销的药草的产品 跟那个芳疗的东西 都是缺货 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办了一个活动 就是说 那你怎么样用厨房的一些香料 来做成一个 你可以立即用的一个 增强的毅力的一个东西 透过老师您的经验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在台湾就是说 戴口哨 勤洗手 然后非必要不出入公共场所 这是基本的 但是你自己身体的抵抗跟免疫力 其实更是重要 在去年听过一些美国朋友就说 他得到了确诊了 可是可能就是在家休息 因为就是也可能有不舒服 就吃一点普拿藤 就这样子 我就那时候感觉很诧异 就说 这样子就可以吗 这个别差异 有很多人并没有办法 就是你讲了就普拿藤 就可以缓解 那原则上 在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如果出落的话 除了口罩 我还会用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比如说我在进出这些工作场所的时候 我可能会使用一些像紫水化 或接骨木 我做的一些糖浆 那我去年开始 我就准备了一瓶 大概450cc 这么大瓶的一个固态糖浆 我每次只要外出回来 跟出去我就会喝 不满您说 在三月份刚要停止 就shut down 就是那个叫封城的时候 因为最早的第一个个案 是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那因为我们就在华盛顿州 所以我们在南部 那西雅图在北 可是我孩子的学校的同学的家园 有人就住西雅图那边 有人被传染 那那个礼拜真的我怀疑 我女儿曾经得到过 因为他们全班有七个同学 三分之一人都发烧到快40度 而且有很明显的呼吸道症状 我女儿高烧那两三天 几乎是没有办法吃下东西的 可是那时候也还没有什么PC 什么事迹都没有 因为才刚发生 一个礼拜后就宣布说 全美国停课 呼吸道的声音很喘 而且谈很多 就要吃东西都吃不下 顶多只能喝下一点点水 所以我就用很多的这种 比较能够帮助它退烧 帮助它轻弹的一些香药草 比如说我用了像紫椎花 欧石草可以帮助它退烧 像这个接骨木花 也是帮助它把呼吸道的 那些病毒block掉 让它不要继续往体内入瓶 那它喝不下的时候 我就是每半小时 给它一百多星星 就是足不喝 那我一边观察它的体温 后来就发现 慢慢从40度 39 38 慢慢两天后就发现 它慢慢就退下来到37就好 可是它刚好的时候 其实它还是没什么味 它跟我讲说 我前两天我都没有印象 你在叫我干什么 它说我姐姐我好累 我起不来 我的女儿很爱干净 很爱漂亮 她已经高中 明年就要上大学 它那两天都没有洗澡 整个都躺在床上 真的很可怕 后来事后 他打电话问他同学说 你今天几天有去学校 他说我没去学校 他说你没去学校 他会一问班上七八个人都没去学校 后来学校才发现事太严重 才会干净整个宣布说 整个停课 对就像现在台湾一样 就直接停课到暑假 就变成是这样 但是不停学 就是网路上视讯学习 对我们也是这样 上了一年这种网路教学 那这时候家长真的就是要放 比较open mind 那就是因为孩子他们经过这一年后 其实美国很多教育的一些 不管入学啦 什么都很放宽啦 没有那么僵化 说一定要SAT啦 一定要什么 什么都没有 因为都知道这个情况 其实是一个很 不早是百年来首见的一种灾难 但是看到美国说 这样子的状况一年后好转 当然疫苗的关系很重要啦 然后可是呢 你要想这一年 他们怎么过的 好资源老师 你们怎么过的 因为台湾三级警戒到现在 就已经大家快受不了了 期待说 我其实做蛮多事情的 你想我这一年来 我写了两本药草书 另外还有一本是旧版的改版 所以我这一年来 完成了三本书的出版 另外呢 因为你很多地方都不能去 不管是戏院那种 美术馆 服务馆 休闲活动都暂停 全部都停停了一年多 后来空间有小段的开放 在夏天 疫情又关 我就很去步道 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地方 住进非常多的森林跟步道 我在步道里面 发现非常多的药草 所以我就把拍很多的影片 放在这个YouTube上面 就是不管是分享或教育民众 不管是海外的华人 我觉得这也还蛮有趣 就是说在疫情期间 我就完成了这几本的药草方疗的书 那外出我就会用一个精油贴片 我会指第一个副方的精油 因为有些研究已经知道说 像从去年到今年都有发现 他们做的最多研究就是奥勒钢精油 那这个奥勒钢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很常 知道那个披萨啦 或者是说什么意大利的香料里面 很常见的一种植物精油 它是一个非常强效的精油 在有些学者会说 它是一个蓝波精油 或者叫做super oil 就是它非常的强效 不管是在抗病毒啦 或者是说金黄色葡萄酒精 约绒杆菌啦 OE57 以前就知道说它有这么长的效果 可是后来它没有发现说 它对冠状病毒也有很强的抑制 就是它可以把那个病毒的这些颗粒的数量 很快速的抑制 是让病毒去一些复制的能力 那他们研究就发现说 它可以从每毫升500万个这个病毒的颗粒 很快速这样 这样每毫升167个这样的颗粒 如果你是一个副方的配方 再加入其他的植物精油 甚至可以两三个小时都测不到 那所以呢 我就会把一些研究上面 比较跟这个抗病毒 跟增强免疫力的精油 像卤香啦 或者是说像薄荷啦 柠檬精油 混合起来啊 那我就滴一滴在这个精油贴片 或者是放在绣纹棒 绣纹 可能现在戴口罩 可能没办法在上面绣纹 可是像医护人员 我就觉得你可以用精油贴片 或是在卧床的人 可以贴在他的胸口那边 那这个贴片目前据我所知 就是美国有专利 欧洲有一个厂商也有专利 欧洲好像也有 可是欧洲好像是用磁铁棉这样子 那这些东西都是很方便的 绣纹棒 我看书里面说在欧美是很流行 可是在台湾 我们算是那个我们的 我因为我同时是 那个英国放映协会的会员 我们叫 我是他的专业会员 MIFA 对 Member of IFA 那这个组织呢 里面我们就在英国里面 因为都是保险给付了 所以他们就有一批这个专业的这个方寮人员 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绣纹棒 送给医院的医护人员 他们还送给医院的医护人员 让他们在第一线上面可以多一道防御的这种做法 另外我觉得如果在居家的时候 你在隔离啊 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出去 你可以用一个那种扩箱的东西 把这些精油放进去扩箱 熏箱 拔到空气中的一种 疫菌跟抗病毒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说 你在做这些方寮的东西 一定要注意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在百货公司 尤其台湾百货公司 常常早上就放了精油 就开始早上10点钟 11点开始点点点点点 点到晚上下班9点多 这样子是非常不好 因为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呼吸道 会反而造成刺激性 因为很多研究发现 即使是最普通的薰衣桃精油 或茶树精油 在空间当中过久 它会产生一种氧化的反应 会造成你呼吸上过敏 所以通常我会建议说 你在做这些薰衣箱的时候 最多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之后窗户打开 让它再流通一下 然后一两个小时后 再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疗程 新的一个fresh的精油 新鲜的家具 而不是用早上你就放进去的 就开始点点点 那晚上下班 或是说整天 这样很容易 而且精油中毒的时候 有时候你又不自己 就发现头晕晕的 或你想恶心 这都是表示你已经有中毒 精油还会中毒 我一直以为精油 是很温和式的一个东西 其实在国外 已经发生过精油的 这些中毒事件 因为有一些这种公司 那种传销的 叫MLM的公司 他们鼓励民众 可服精油 或者说没有吸食使用 在美国有好多的毒性的 这个报告个案通报 就让皮肤很严重的 被烂 那在我的书里面 也有讲到 就是在这本香药草的 实证宝典 有特别讲到 有些个案 是有死亡的案例 也有抽筋抽搐 所以精油虽然安全 可是它是专业的东西 因为在有些国家 甚至是医师才能调节 像在法国 然后德国 它不是一般人 可以直接给的这样子 所以就是在使用上 还是有一些 一些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子 对 在台湾我们可能会觉得 好像在百货公司 或者是一些卖场 你都可以买到精油 然后就会觉得说 那它就是一个日常用品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也是 看了资军老师 您这本书 就知道香草药 它其实是具有 它的专业在里面的 来到这儿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个阶段 再回到今天的早安台湾 继续回到早安台湾 我是宛如 在今天的节目 我们访问到的是 由天下生活所出版的 一本新书 叫做香药草食镇宝典 我想大家在上个阶段 听了这本书的作者 郭兹军老师 来谈香草药药草的 一个功能功用 那可能会产生 接下来的好奇 说老师 我看里面书非常的详细 就是材料做法 都具细名义的 告诉读者了 可是这些草药 怎么去取得呢 实际上 你现在用搜寻 网络上很多东西 都买得到 没有什么东西买不到 我发现网络上 除了武器买不到之外 什么都买得到 OK 原则上这些东西 现在都买得到 那有一些 fresh的一些herb 其实在台湾 花式里面也很常有 这样子 那不过就是说 花式里面有的药草 你买回来之后 我会不建议说 你现在在这个 夏天的时候去种它 因为毕竟很多的 这些香药草植物 除非它已经 熊化成台湾的天气 比如说像左手香 它原生地 其实是在墨西哥 它已经熊化成 台湾天气 适合种的植物 它当然是 很适合在台湾 可是有一些像 熊鱼草就不建议说 民众自己去种熊鱼草 因为在台湾的 开花率的效果 更不好 那还有一些都是 跟原生地的 那个 要求不一样 因为熊鱼草是一个 喜欢TH 只是碱性的 一个土壤的环境 它不喜欢在 这个酸性的环境 那因为台湾 大家都知道 是有酸雨的环境 我们的土平均 都是五点多 那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多雨 它也不喜欢 那它喜欢 石灰岩的地形 它不喜欢 太湿 太潮湿的环境 而且它喜欢温差大 它不喜欢太长游 雨 甚至一个月 连浆水都没关系 因为我自己就种 三四十棵的熊鱼草 有粉红色 有白色 有紫色 有蓝色 那我觉得台湾 就是如果是 FreshERB 你可以去 那个花市找找看 可是它那些ERB 大部分都是 是香料方面的香草 那如果说 有些药草是有 可是有些品种 我常发现是标错 所以就是说 书里面最后面 有个章节是拉丁文 拉丁文就是 每个植物的身份证 那你要用这个拉丁文 去对照这个Google上面 因为Google 非常多的这种资料库 你对照 你搜寻之后 选图片 就可以对照一下 你要看好几个图片 但是同一样 就是表示是那个植物 因为有些人 你作者会标错 所以你就会 你要看一下 所以你会match 说那个植物 是对不对的 这样子 实际上我觉得 要找这个 因为本身我 从事药草 跟推广药草 这个已经在十年 这个我之前的 那个书籍 叫香草留意魔法书 已经快十年前出版 那因为它绝版了 所以我没有重新 再来撰写 这本新的书 所以其实上 香草草这个市场 我觉得在台湾 已经是一个 不算是新的市场 已经是有点 到白乐化 甚至很多品牌 你反而要注意的是 你买的东西 是不是整整有机 有没有被辐射 处理过 有没有被 就是因为有些业者 会号称是有机 可他来台湾用 用钢马射线造过 因为台湾并没有限制 说不能用钢马射线 因为欧美是限制不行的 可是台湾是可以 因为台湾潮食 所以我们的中药 还有些马铃薯 都用钢马射线 这个大家网络上都可以查到 都公开资料 政府也会教进口商这样做 那如果你用钢马射线 处理过的药草 是不是它有那些功能 跟功效 我不知道 不过在国外 是在有机的规范下 就是严格禁止的 他认为说你的食物 如果被辐射线造过 你必须要标识告知消费者 他就认为说 这是一个知的权利 所以如果你买了香药草 我会建议说 你就不要买多 你买三个月 如果说在夏天 放很久都不长虫 那他就可能是被 钢马射线造过 或被硫化物处理过 或者是用一些硝酸盐 亚硝酸盐处理过 就跟中药含这些 这个化学的防腐剂的原理 是一样的 对 如果老师 你这样提到中药 其实也很多的药材 都会讲求是有机药材 是无农药的药材 这当然也会成为 消费者的首选 可是接下来想请教老师 像你所研究的 这样子的药草专业 跟中药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感觉好像都是一个植物性 比较温和式的一种调养 对啊 对 其实在西方的这个 Herb这个字来讲 Herb这个字 很多人中文翻译成香草 那用这个香草这个字 其实不全然能够解释 Herb原来的意思 我们叫Modestinal Herb 就是说原则上就是说 我们认为 在我们的药草学里面 我们认为 所有的植物的根茎叶 花果实 只要好疗效 都是属于我们的研究的范畴 所以呢 我们在使用的这个药草 在西方的药草 是在使用的药草 不限于就西方 我们甚至有些是融合了印度药草学 那有像我也会用黄芪啊 有时候我也会用赤武加啊 赤武加是来自西伯利亚 它这个来自 它俗名叫西伯利亚人参啊 然后我也会用西方的这个花旗参啊 我也会用东方人参啊 等等的枸杞啊 英文叫Cookie Berry 然后叫那个红枣也是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在运用的时候 我们比较不一样是 在美国跟在欧洲 不然是澳洲加拿大 这些国家都有非常多的 有机来源的这些素材 那就是我们在使用上面 会比较的放心跟安全 就是说在这个素材上面 我觉得比较方便 那在西方的药草学上面 它有些理论也是会 跟东方的这个理论会有点像 比如说像会用麦枕 也会看舌相 因为在西方药草学里面 早期也有这样的一些点击 原理上在西方的这个药草学里面呢 它不限门派说 你只能用西方的药草啦 它还是会融合到一些东方药草 只要是它有机研究上面 认为它是对我们的客户有帮助 我们都会把它综合在一起 成为提供客户一个整合的一种服务 所以一直提到这是很专业的 而且像资军老师也是具有药草师的 专业身份认证的 再回过头来到老师您自己的身上 您曾经很早期当过 在台湾的医药县的记者 移民到国外去之后 就也是很着重于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香药草的研究 你怎么会进入这样子的领域啊 其实我在当医药记者 后来我在医药界的这种NGO啦 不管是做marketing啦 或是PR 我都一直觉得 它有一些些的盲点存在 包括我自己家人 也有医师 也有护理人员 就是我自己的家族 是有非常多的慢性 没有糖尿病 我的爸爸 自动学糖尿病 他都规定服药 按时服药 定时回诊 然后在60出头就失明 不到65岁就死亡 我所有的伯伯 我的大伯 二伯 姑姑 每一个都是糖尿病 正死亡 我觉得想西药 一定有一点什么 不完整的拼图 需要我们去解决它 所以后来 在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寻找 再加上我自己的过敏 皮肤过敏指的问题 加上你到年龄不同的阶段 你会碰到很多 你自己健康的问题 像我以前 在当记者的时候 我有脂肪肝 那一个基金会 有时在 在一点的时候 帮我发现到 可是后来 我从事药草这个工作 我发现 在几年后 我发现 我那时候因为 我曾经在美国 我先生当防卫学长 来美国回去后 又从一个教授帮我 说 说你的脂肪肝不见了 我就在想 难道就这一年 我过去 这一年在美国的生活 还有药草的一些改变 还有一些些的 像我皮肤过敏 二十几年 很多产品都不能用 就发现很多天然的 这个纯路 植物优 就可以当很好的皮肤 有护肤的产品 我就发现说 我自己从上面 得到非常多的 benefit这样子 那我在台湾 每一年都一定要 去看眼科 因为我都会 我戴眼镜 我都有过敏性结膜 我都要点眼药 我都很不舒服 我都要点药 眼就黏黏 都要戴眼镜 带一带事 因为我又高度精神 那我还有一个特殊体质 我不能吃芒果 我从幼稚圆 我吃芒果 我就立刻眼睛肿起来 每次吃就眼睛肿起来 长睁眼 所以我曾经有二三十年 我都不敢吃芒果 因为我小时候的印象 让我很害怕 这就让我想到说 很多人说 他不能吃海鲜 他不能吃什么 代壳食物 可是一旦你把你的体质 调好 你的肠胃道的 吸收的功能 调好 你的身体的排毒 代谢的功能 你的淋巴代谢功能 我再回去吃芒果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这些问题 那我要纯露 敷我的眼睛 我让我的这个 我就用死车局纯露 放在化妆棉里面 泡湿 盖在眼睛上面 我就发现 我眼睛就不会在发炎 就不会在肿 我儿子有时候也会 有个小孩在台湾 空气场会揉眼睛 就常常眼睛发炎 就这些症状都缓解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 这些饿本跟药草 而且不满你说 这十年来 我们就很少吃西药 虽然说我现在是 感染科的医师 我们不会常常 动不动就去止痛药 去吃脆少药 因为非常多的植物 你把它冲爆成茶饮 而且很多这些茶植物 都是很安全 很方便 都已经在人类历史上 使用几百年 那这几十年来 非常多的科学人 就支持他的研究论点 不管是美国的 医学中心的一些APP 都开发一些APP 英国的BBC 也做了很多这样的节目 就说 Grow your backyard medicine 在你的后院 种出药来 对对对 或者很多类似 这种题目的东西 或者说 英国如果你有去过伦敦 你就知道伦敦 有个很有名的Garden 叫Q Garden 他们甚至出了 好几本至少 有关药草方面的书籍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 民众学习完之后 它可以减少过度的滥用药品 减少健保的支出 减少药品过度滥用 导致的并发症 包括将来的洗症的问题 或者是说 像过敏药常常使用之后 你失效 因为抗主治疗药物 有时候会失效 甚至将来的 这个 这个是很多人到老后才发生的问题 就是说抗药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台湾的抗生素用的很多 因为民众都很希望速成 快速退烧 今天吃了这个退烧药 明天又烧起来一点点 它不能接 六个药再换不同医院看 医生都给过多的药 过多药之后就抗药性 到之后你老了之后 你的肺炎 半血症 很多药都用不了 就抗药性菌株冒出来 那可是药药在方疗并没有这样的 这种抗药性的问题 而且我看书里面介绍说 民众向美国合格的药草师 还有方疗师寻求咨询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费用是挺高的 就是它也是一个专业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治疗 要追踪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就值得说 其实今天透过节目 也透过老师您的介绍 可以让大家开另外一扇床 所以其实像药草 为什么说它可以减少 你不必要的用药 就是因为它常常都是多功能的 它不会像我们现在 使用一些药 就是说你吃高血压的药 又吃肾脏病的药 又吃糖尿病的药 所以有些药物其实是重叠的 那医生都跟你讲说 这是保护肾脏保护什么 可是后你到60岁发现 为什么我还是出现了 这些病发生呢 那时间都太晚了 好那老师我们节目要到最后了 你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个 简单的方式 也符合现在台湾的一个 当下的状况的一种专业疗法 我觉得因为当人焦虑啦 紧张啦 这个会让你的免疫力会下降 然后因为你会失眠睡不好嘛 那因为你的压力的 这个荷尔蒙克里 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放松 我觉得你可以用 比如说像真正熏鱼草精油 或者是用像永久花啦 或精油 或者像什么雪松啦 丝博啦 就是比较那种森林系的 你想到的真叶林的这些植物 冷山啦 这些精油你都可以选择 选择个三种 之后可能选择各一滴 因为这几种精油都很温和 你可以放到你家里的这个 熏香器里面 或者是说你把它调和好 加在绣纹棒 你因为绣纹棒必须要加20到25滴的精油 可是绣纹棒它一次可以用三个月 之后你可以外出的时候 你在厕所里面可以拿出来绣纹啦 因为现在不能在公司上把口罩拿下 你拿出来绣纹 或者你混合好之后 滴一滴在这个绣纹贴片上面 因为绣纹贴片贴在你的胸口上面 就会无形中可以减少你在疫情之间 这种不必要的焦虑跟紧张 可以比较让你的情绪比较 calm down 比较舒缓 真的在这个疫情的当下 让自己的心情呢 比较缓和 不要太焦虑 不要太紧张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在今天节目访问到的是 香药草食镇宝典的作者 郭兹君老师 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咯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